这可能是医学的未来 随着虚拟影像取代电脑断层扫描和核磁共振影像 医生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详细观察器官 在外科医生们进入手术室之前 这些器官就被他们翻来覆去的仔细研究 这一被称为回升像素的3D技术 使用特殊的显示器和镜面 由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新创公司Z空间开发 首席开发人员表示 回升像素技术将二维图像转换为三维 一些外科医生很擅长通过观看患者的X光片 CT影像和MRI来想象患者体内的情况 这一技术可以准确地向他们显示患者体内的情形 因此我们这款软件就是利用那种数据 将数据以一种立体的 人们可以观察到的实际的人体部位的形式显现出来 回升影像技术帮助医生非常详细地检查心脏 还帮助医生制定手术计划以挽救患者生命 观察一个体内物质辨别它将它取出体外 这是件挺让人激动的事情 在临床实验中外科医生可以轻而易举地 纠正新生儿的心脏缺陷 准备手术治疗的时间也被大大的缩短 美国之音记者博曼 华盛顿报道 由海伦播报